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大使在《诸节》里面说得很简单 但是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夜戏难穷 自观食物 那么这就是这样的 善观察 菩萨的德号 微妙划创 这个意思就很深 很圆满 佛法里面 我们常听到叫微妙观照 微细深迷点是观察 这叫善观照 善里面 必须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那才是真相 才能够看到 宇宙人生的真相 才能够体会到 这是大圣大心 他们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 昨天下午 我跟李会长去看陈大使 他邀请我们好茶 我们也谈到佛陀教化众生的善巧 从夜处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 佛陀的用心 他去过西藏 我说你在西藏 你一定看到 西藏佛教所供的 祝福菩萨天龙贵神的 这个像啊 很多很多 他说没错 那么多的神像 从哪里来的呢 我说你知不知道 这些佛像啊 都是古老印度的宗教 他们所供奉的神像 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 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啊 印度有96种外道 用现在来说呢 96种不同的宗教 不是新加坡九大宗教啊 96种太复杂了 每个宗教里头都供奉着 有的是供奉一尊神 有的是供奉多神 这个是多元文化里面的美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文化 形式出多元文化的美 释迦牟尼佛并没有把它统一 并没有排斥 而且是 每一个族群 每一个文化 每一个宗教 平等的尊重 所以世尊 广受大众的欢迎呢 他不排斥 世尊 把这个美里面呢 再将 真 真理 至善 智慧 把它灌输进去 这个美就活了 更美了 本来呢 我们一般就是迷信的 变成了 真性 变成了 真实智慧了 这叫高明啊 这真正是 高度艺术啊 完全不排斥 帮助你把境界向上提升 这个就是 今天世人所讲的 多元文化 社会教育的艺术 特别 在这部经里面 展现给我们看 这个经题 叫大方卦 佛 杂话 装眼睛 这是全民 我们中国人喜欢 剪刘 杂话 杂字 写掉了 装眼 装字 写掉了 我们称 大方光佛 花眼睛 它的本名要翻过来 是大方光佛 杂话 装眼睛 这就 杂话装眼 是比喻 像一个大花园一样 不是一种花了 各种品种 通通都有 每一步顺手 如果这个花园 只种一种花 不同品种都不要 你说多单调 有什么好看 这就跟我们的世界一样 它是多元文化 所以显得美不顺手 绝对不可能有个错误观念 我这个文化是优秀的 他们都是低利的 应当把它淘汰掉 只剩下我一个 就像花园一样 你只爱这一种花 其他的花都拔掉 都铲除掉 这是错误的观念 佛不是如此 佛不论什么品种 都是以爱心 以真正下功夫来培养 这个显示是真正的 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所以任何宗教里面 供养的神明 在这个佛堂里面 都能看到 特别是在西藏 西藏的佛教 多半是从印度 直接传进去的 佛教传到中国 确实是淘汰了一大部分 只传了大乘佛法 没有西藏那么样的 原原本本的把佛教统统搬过去 我们是经过筛选的 传到中国来是经过筛选的 如果原原本本传过来 那可能比西藏的还要丰富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我们对于全世界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信仰 我们要平等地对待 大家 不管哪一个宗教 他所供奉的这个神明 都认为这个神明是万能的 万得万能 至高无上 这是肯定的 那我们要问一问 你们这个至高无上的神明 会不会变化了 会啊 各个人都承认 他会变 我说那在佛教里头 他变个释迦摩尼佛 行不行 他没想到 你想想看 能不能变成释迦摩尼佛 能啊 在基督教里 能不能变成耶稣呢 也能啊 于是我们想想 各个宗教里面拜的神 都是你这个神变现出来的 都是一个家了 你是反对那个 岂不是反对你自己的神了 那么站在佛教这个立场的时候 我们知道 佛经里面常讲 应以什么神得度 就实现什么神 仆门评 大家念得很熟 那基督教是不是 佛变现的 应以基督神而得度之 佛就现基督神而为受法 不就这个道理吗 你反对基督不就反对 静入基督教堂 我们穿上这个衣服 跟你一起祷告 静入佛堂 你的牧师跟我们一起拜佛 这里面充满了真善美慧 哪有讲不通 现在就是这一桩事情 它没有想通 它那个框框不能突破 你要想通了的时候 这框框框架就没有了 于是 所有一些误会 各合 统统消除了 所以 你从今唯一的真神也好 你拜很多神也好 一桩死去 华严谨说 一几十多 多几十一 多什么 多就是呢 一尊真神随即映现 我们讲 佛没有神 佛菩萨没有神像 所以称为法神 那么上个星期 我们听回教 蔡努丁先生 给我们介绍 回教的简介 他也说了 他们所崇拜的 唯一的真神 安娜 就一般人唱上帝 他说 他也没有神像 他是真理的化身 这个跟佛法讲的 没有两样 没有谋盲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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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 才能够纯善无 世间人为什么造作卧阴呢 随胜卧源呢 对于这些四十真相没有看清楚 产生许许多多的误会 于是变成了 无知的执着 过人执着不一样 这里面就产生矛盾 就形成了冲突 所以才引起许许多多的战争 不但战争是人祸 是由一切不善业引发的 现在我们讲的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也是不善业感召的 这个现在科学家 还没发现 佛在经上讲的好 一报随着正报转啊 一报是自然环境啊 自然环境的变化了 也是随着人心在转 人心上 风飘雨顺 人心不善了 种种天灾就现起了 现在大家所熟知的 地震 台风 龙泉风 火灾 不知道这些群世于人心 念头的善悟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 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 情与无情 跟我们是一体 息息相关 有情众生 齐心动因 现在人家 思想波 波动 一切无情的众生 无知 物质 物质再小 现在科学家又发现 基本的物质 也不是原子电子 比这个有更小的粒子 发现 只要是物质 都有波动的现象 波动的现象 在大乘佛法里面叫无明 无明是个波动现象 自信 真心 真心本性 是不动的 所以不动是真的 动就是虚妄 一切有情众生的心 妄念不间断 所以称之后 叫妄想 诸佛如来 法身大肆 他们高明 高明在哪里呢 他们用真心 真心永远不动 所以对于虚空法界 种种的动向 他观察得很清楚 善观察 我们用动 观察动 那就没有办法 看得清楚 人家在波动 看我们的动 就看得很清楚 设法界 到底是一回什么事 这里面造作的意 有善有 所以果报不相同 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 大慈大悲 到世间来实心 来教导我们 教学 帮我们历苦得乐 这一句是总说的 如果说 历究竟苦得究竟乐 这是真的 帮助我们 恢复自信 禅家讲了 明信见信 这才真正到究竟 没有明信 没有明信 没有见信 佛菩萨帮助我们 礼物到苦 得善到乐 注意一下 这个乐不是究竟的 但是 这是我们六道众生 能够理解的 也非常欢迎 我们讲 这是我们的 眼前四十 我们很欢迎 向上提升 我们都没想到 你说 离开人间苦得天上的快乐 相信的人 相信的人不多 在这个世间 只有真正 信仰宗教 虔诚的宗教徒 他有这个意愿 向往 我们来生 生到天上 祈求天上的福报 天上还有天呢 他就不知道了 到什么时候知道呢 到他生到天上去 就想到了 这个天 上面还有天 他才知道 受法界里面 诸佛菩萨众神 都在实现 帮助他们 不断向上提升 佛菩萨 神圣教学的方法 决定是用 现身说法 也就是说 视线做个榜样 给我们看 如果 只是在言语上教导 而没有实际的 行动 给我们看 我们反复 很难相信 很难接受 所以佛很慈悲 做出样子 给我们看 佛教众生 过最快乐 最幸福的日子 我们反复 体会不到 觉察不到 看到释迦牟尼佛 带着他那么多学生 1255人 是相当大的一个团体 每一天到街上去讨饭 这是最快乐的生活 最幸福的生活 我们不相信 我们觉得 这很苦的生活 我们促心大意 你要仔细去想 想通了 他那个生活快乐 为什么呢 无忧无虑 心里面 也丝毫的牵挂都没有 这怎么不快乐呢 我们今天 天天讲求着 意识树形 物质生活 再仔细想想 付出多少的代价 代价付得太大了 太惨痛了 得到的这个受用 太微波了 实实实在在 实实在在 实如古人讲的 得不偿实 这忧虑 烦恼 操心 使我们 永远 不能够超越轮回 你说这个损失 多长 佛菩萨那个生活 对六道轮回 一丝毫牵挂都没有啊 人家过的是 真正幸福的生活 我们看不出来 所以这个观察了 善了 善才能观得出来啊 善观察了 我们观察都观错了 一切放下 你才过真正正常的生活 你有丝毫放不下 你过的生活不正常啊 不正常是六道凡夫的生活 正常是佛菩萨的生活 所以师尊 为我们实现 这个 清凉大师 祝节里面 讲 自观事物 事实实现 视现给九法界一切众生看 这个物是代表九法界众生 他不讲人 那人就九法界只有人 人法界 用五号物是九法界通通包括了 做给你看 不要以为啊 你业无所有啊 业无所有得到的是净虚空别法界 你一切执着伤 拥有的 太渺小了 是一间人 欢喜黄金珠宝 黄金珠宝有什么好处啊 沐了又不能吃 冻了又不能穿 成天还提心吊胆 现在社会很乱 戴在身上怕抢劫 人家看着手上戴着珠宝 那个那个盗肥看到的时候 把你手砍掉的时候 珠宝拿走 戴在项链上 人家把你头砍掉拿走 所以吓得这么 吓得不敢带 家里也不敢放 家里放怕有人偷 于是都锁在什么 银行保险箱里头 每一个星期 当你去看一看 摸一摸 就算是自己这样 傻人哪 早在1977年 我在香港将近有位居士 这居士已经往生了 也不在了 他这个银行保险箱 有两个箱子里面放的珠宝 带我去看 我看了之后 我就皱着眉头 我说你才这一点点哪 他觉得我说的话很奇怪 他说啥事 你也有 我太多了 说不清哪 他说在哪里 我说你如果说是 放在这个地方 家里不敢放 又不敢戴在身上 一个星期来打开保险箱 看看摸摸 就是自己的了 我说我比你太多了 哪一家银楼珠宝店 都是我的 我到那去 拿出来 让我看看摸摸 他乖乖地拿出来 看完之后 收起来替我保管 那不全是我的吗 你看我还不操心 你还得操心 世间这种傻人 不知道有多少啊 所以佛教人万元放下 你们什么都得到了 我说我得到的是 静虚空变发界 所有的这些珍宝 我看看 看看就是我的 那不统统是我的 你跟我有什么脸样 人要有智慧 不需要拥有 要拥有 是要拥有 静虚空变发界 那你就是真正得到了 而且绝不为这些事情 齐心动念 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受用自然啊 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 皮诺德纳如来的一阵发界 华藏世界 在《网生经》里面看到 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多自在 那个境界 怎么现前的 清净心现前的 我们心不清净 你见到的是极其稀少的一份 清净心能见到虚空发界 心得所现 华言上讲的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你全都见到了 所以人不可以不修善 人决定不能作物 善物果报 是自作自生 没有人能代替 没有人能赦免 佛菩萨大慈大悲 过去做了很多 我业 求佛菩萨赦免 没这回事情 佛菩萨不能失眠 一切真相 是自作自受 所造一切的夜音 夜音决定不会消除 这是在佛经上说得很清楚 善物 不能够敌场的 我过去做的物了 现在我多做善 将功之罪 可不可以 不可以 这个在佛法里头 没有这个说法的 善决定有善报 物决定有我报 不能够敌效的 那怎么办呢 了解四十真相 就知道了 你造我的 造所造的 一切善物业 音不会变 但是 云自己可以控制 所以佛法 提倡 云生 它不讲音生 所以佛教给我们 我们过去造作很多 我业的 不想受悟报 有没有办法呢 我说有 你只要把我的语言 担掉 虽有阴 不会结果 阴好比是种子 我们有个瓜的种子 我不想要这个瓜 我把瓜的种子 放在这个玻璃杯里面 放一千年 放一万年 它也不会长成瓜了 为什么呢 语言断掉了 它的语言是什么呢 语言要有土壤 要有肥料 要有水分 要有空气阳光 这些语言加上去 它才会长成瓜了 所以佛教给我们 语言断掉 虽有悟音 不会结悟苦 这是佛教给我们 断一切悟 修一切善 语言 悟语言断掉了 自私自利 是佛源 明文立扬 是佛源 贪嗔痴慢 是佛源 我们把我语言断掉了 我的音 不会信我的国报 善音 我们有啊 每一个众生 十法界的业音 统统去做 十法界最殊胜的 成佛 我们有没有成佛的音 有啊 这佛在经上讲的很多 讲的很清楚 一切众生 借由佛信 佛信就是做佛的音 每一个人都有做佛的本钱啊 为什么不能做佛呢 我们没有做佛的缘 所以佛教给我们 你要想做佛 你就培养佛的缘 你要想做菩萨 你就培养菩萨的缘 你的音 阿赖耶诗里头有缘 加上缘呢 果报就下去 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 一切伐从心相身啊 你的心相是缘啊 佛讲四缘身法 清因缘是因 说缘缘 无间缘 正上缘 缘很多很复杂 佛讲他把它归纳为四大类 这个四大类 第一个是因 那是本有的 社法界的因 通通都有 那我们现在要想哪一个法界 去受报 关键在所缘缘 所以我们现在所攀缘的那个缘 那么我们 敬重同学 都习求将来能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要去缘这个缘 西方极乐世界的缘在哪里呢 净土三经 现在讲净土五经 我每天读诵 每天研究 真正去做到 佛在经常讲的 受持读诵 为人也说 那我就是缘这个缘 没有读诵的时候 没有研讨 研说的时候 我就念阿弥陀佛 支持明好啊 二六十中都不间断 这叫无间缘 无间缘是不可以间断 正上人这是外面来的 释迦摩尼佛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 释迦摩尼佛是我们的正上人 佛今天不在了 这个金本留下来 金本是我们的正上人 我们同学伴侣是我们的正上人 那这四种缘就居住了 你这一生就决定往生做佛 事出世间的事 不过如此而已啊 那你们要想做鬼呢 鬼是贪心 你今天贪财 贪色 贪明 什么都贪 学福 也贪 贪图佛法 贪心呢 是鬼道的正上人啊 是这个鬼道的所缘人 你的贪心不断呢 那是鬼 鬼道的这个这个无间人 将来肯定做鬼 外面这个境界啊 明文立扬五于六成 都属于正上人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善观察了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时间非常有限 现在年岁虽然大了 不怕 只要回头来得及 我们看看净土圣行录 看看往生传里面 念佛求生净土的人 三年五载成就的人 比比皆是 这给我们增长了信心啊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个法门之殊胜 所以才得到祝福 赞叹 真正是 祝福菩萨 包括所有宗教里面的神明 度众生的第一法门 念佛成佛 念佛呢 就是我们所远远远佛 无见远远佛 念佛决定成佛 念菩萨决定成菩萨 决定不可以念贪嗔痴 念金银贪 生活轨道 念成辉 是地狱道 念余痴 余痴是 是非善 我厉害 搞不清楚 都搞颠倒了 这个今天社会人 太多太多了 什么是善 什么是我 他不知道 把我当做善 把善法当做我法 出生到的国宝 神仙的经典 是世间无比至善之法 今天没有人提倡 我们观察 局势 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 最大的利益 是电视广播 今天这个世界上人 谁不看电视 几个人不听广播 电视广播里面的内容 是什么 这是社会教育 他教导一切大众 叫什么 那是一个政上人 他所提供你的 都是贪嗔之慢 里面的内容 不外乎杀到阴亡 现在这个问题严重 黏一个小孩 出生下来 眼睛张开了 他就会看电视 他就受这个污染 你说怎么得了 现在电视 变成什么 变成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所有过世的教育 他一把抓了 这个社会 要想不乱 不可能 我们讲经说法 有一些电视 主持的人 节目主持的人 他听到了 好 是很好 但是 他不会放在电视台上 广播 为什么呢 这个节目画面太呆板了 太单调了 没有人喜欢看 我们的露像台 有同修拿去尝试过 回来告诉我 电视台不能接受 他们要接受的 是杀到阴亡 你讲仁义道德 讲这个 没有人接受 他自己也知道好 但是他什么 电视台广播 要赚钱的 要讲收视率的 他说你这个 拿出去 没有人喜欢看 那只好做罢了 社会 云云 众生 往黑暗里头走 新九月全书 跟古兰经里面讲的 世界末日 他们是向末日迈进 勇猛精进 向末日精进 一切了正法 纵然 有借助正法的人 没有勇气 提倡 拒绝 明知道这个法好 但是还是拒绝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思量 原因大概不外乎两种 第一种 对于邪阵是非 没有彻底明了 第二呢 敌不过烦恼吸气 过分地 众师 明利 不懂得道义之可贵 唯有道义 才能够带给这个世间 一切众生 真实的幸福 世间的和平 安定 繁荣 兴旺 道义 才能带来 明利 明利是决定 做不到的 尤其现在更严重的 已经专奖厉害了 齐心动力 无不是 顺人利 造这样的业因 哪里会有好的果报 我们想想祝福菩萨 想一想 释出世间神仙 人家怎么个恶法 齐心动念 都是想去 利益 利益 一切众生 绝没有 损害众生的念头 这个人 我们称他为神 称他为圣 称他为佛 称他为菩萨 念念为利益 一切众生 利益众生 绝定没有 损害的 这个念头 当然 更不可能 有损害的行为 那个真的是 知与知善 所以我们要学 佛菩萨的善观察 善观察 我们未必能学得到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没有放下 我们没有放下自私自利的念头 你向学善观察 也舍不到 必须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 你才能入门 你才能学得到 佛法 佛法这么说 事法 孔老夫子 也是这个说法 孔老夫子 教人 学大人 夫子 所说的大人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 祝福如来 这是大人 要从哪里学起呢 从佛武学起 什么叫佛武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无欲六尘 明文立阳 这叫佛武 世出世间圣人 教法完全相同 儒家教学 目的 是志在圣贤 古人读书 志在圣贤 那就是学大人 所以大学之道 学大人的方法 学大人的这个道路 再明明得了 明明得就是佛家讲的 明信见信 从哪里开始呢 从各物自知 各物 就是佛家讲的 破烦恼障 自知是破所知障 你这年中障碍 障住了 你怎么能明信见信 善观察 实用的真诚心观察 真心 不是忘心 忘心不善 一定要用真心 一定要用真心 每个人都有真心 你真心上面有了障碍 你有了烦恼障 你有所知障 真心就变成忘心 忘心 是冷回心 你所造的一切业 学佛念佛 都是冷回业 这就是 你念佛 这一生不能忘心 什么原因呢 你是冷回心 主要晓得 轮回心的核心 就是自私自利 我知 其心动念 有个我 这个事情是麻烦了 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呢 常常给我们讲呢 无我 说到无我呢 初学的人听到害怕了 那我没有了 这还得了吗 我没有了怎么办呢 这个我是假国 假国没有 有真国 所以佛法里又说 常乐我尽 似尽得了 那是真理 这个假我舍掉了 不再知足了 真我就先前了 假的舍不掉 真的是决定不会先前的 所以你要想正真 你就不能不把假的舍掉 真我是什么呢 发现里头有真我 有常乐我尽 这四尽得 智慧里面有真我 自在里头有真我 这个自在叫解脱 里头有真我 所以 发生薄弱谢托里头 都有真我 我们今天 发生薄弱谢托 这叫三德弥藏 我们不能够正德 云音在哪里 云音就在自私自利 我说的很本 说的很粗啊 古人那些讲法的时候 我要又照他 那个讲法的时候 没有人能听得懂啊 但是我讲的呢 没有古人讲的好 古人讲的意思远 我讲的意思不远 可是现在人能听懂 你只要能把自私自利 舍掉放下 你就进了一步了 对你 厌情就有好处 你学佛 何也不能入门 不能入门的原因 就在没有放下自私自利 你要放下自私自利 在今天不管你是做哪一种学问 你是从事哪一种行业 你智慧先前 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法 帮助自己 断烦恼 开智慧 帮助一切众生 断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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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他 利苦得乐 你才真正知道 什么叫苦 什么叫乐 现在世间人 把苦乐颠倒了 以苦为乐 欲吃到极处 把贪嗔吃慢当做乐 把五欲六尘当做乐 把重欲当做乐 这是颠倒了 这种乐 佛经里面有比喻 刀头十蜜 刀刃很锋利 上面涂了一层蜂蜜 蜂很好吃 田头才尝到 舌头已经被割掉了 这不是真乐 现在世间人 不晓得这些死是真相 以为纵欲狂欢 这是乐 转眼三徒去了 那个时候 后悔就来不及了 他为什么敢干这些事情呢 他不知道有三徒 他不知道有来事 我们跟他说 他也不相信 他笑笑 这是迷信 你还迷信 你还相信这些东西 他自以为从 所以我们深深的期望 住在国外的同修 特别是在欧美 扩磨技术 新进的地区 在那里收集 英元国报的 这些事实 我在前几个月 不知道是什么人传真给我的 上面没有写 也不晓得从哪里传来的 我想大可能是从美国传来的 报纸上剪下来的一篇 但是是哪个报纸 他也没有写 哪一天的也没写 内容呢 是一个小孩 一岁多一点 他说 他是 过去印第安人 转世来的 一岁多 他说的一些话 没有人懂 他的母亲就非常奇怪 结果 碰到了一位大学教授 他能懂 他一听之后 他说 这个小孩说的话 是很古老的 印第安人的图画 现在在美国 能懂这个语言的时候 他说只有十几个人 所以他就邀的那些人 来看这个小朋友 来听他讲的话 没错 证实 他确确实实 前世是印第安人 在一次战争当中 跟白人打仗的时候 他被杀了 他说出那一次战争 残酷的现状 一岁多 不到两岁 那小孩照片 看出来了 他母亲的照片 也看出来了 这证明啊 这个轮回真有啊 人既然有前世 当然有后世 所以过去李老师 教导我们学生呢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人要有前后眼啊 作为前后眼 就是肯定 过去今生来世 佛家教给我们 于之过去因 你过去生中干的是什么 今生受这事 于之来世果 今生做这事 来世什么果报 你这一生所干的 就是来世的果报 所以佛才劝我们 不可以不断悟 不可以不修善 宁愿在这一生当中 苦一点 来生得大落 这一生要想终于快乐一点 来生会受大苦 不值得 这一生的时间短 来生的时间长 这是佛在经典里面 告诉我们六道的状况 科学怎么样发展 也没有办法改变轮回 也没有办法超越因果 不可能的 我们在亚洲这个刊物里面 看到报道 美国现在发现了 人类的基因组织 说人的寿命 可以能够活到一千多岁 我看到之后 摇头不喜气 为什么呢 释迦摩尼佛给我们讲 人寿最长是八万四千岁 他才一千多岁 算什么话 世尊给我们讲 我们现在是在剪接 人的寿命最高八万四千岁 最短十岁 我们今天在剪接 释迦摩尼佛在世那个时候 人的寿命是一百岁 每一百年减一岁 所以世尊到现在差不多三千年 现在人平均寿命大概是七十岁 减到最低十岁 这是到底估了 从十岁再一百年再加一岁 一百年加一岁 加到八万四千岁 这个一振一挤 叫一个结 一个小结 那么由此可以说 人类正常的长寿命 是八万四千岁 中国古老医学里面 皇帝内经 《灵书经》里面所说的 他说人的正常寿命 是年百岁 这是说什么 人这是个机器 这个机器正常是可以使用 年百年 你能不能活到年百岁 那是你业力在支配 不是身体 身体是附带的 身体是缘 因 是你的业力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们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来 两种主要的业力 第一个叫引力 引力是引导我们到这个世界来投身 的这个身体 这个人的引导 是无界实现 总是过去身中 无界实现 修得不错 我们这一生的时候 才能得到人生 可是随着人生 我们在一生当中 每一个人命运不一样 享受不相同 富贵 不一样 这是什么报呢 佛讲这是满业 满是圆满的满 这个说有满业 满业就是善为业 佛总算讲得相当详细了 说明我们人世间 富贵 治愈 穷通 种种不相同 缘因 在此 过去身中 修的财部是修得多 你这一生得大富 你得这个国报吗 这水满业 过去身中 法部是修得多 你这一生得聪明智慧 无微部是修得多 这一生得健康长寿 这是佛把我们 这个财富是物质生活 聪明智慧是精神生活 健康长寿 业因说出来了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物质生活比较艰难 是过去身中修的财部是修的少 是这么个道理 我们的智慧不开 我们的智慧不开是过去身中没有修法部是 我们身体不好 常常都病 这是过去身中疏忽了 无微不实 我们相信 佛不骗我们 佛非常爱护我们 佛是真诚的帮助我们 告诉我们这些业因 我们现在努力 断卧修身 精灵的心 健谈的心 我们要摄取 欢喜修才不是 于是改善了我们的物质环境 你只修音 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你赚钱都很容易 从事那个行业是语言 你不能说我做了很多布施 我什么事情不干 坐在家里 等天上掉钱下来 没什么事情 你虽有音 必须有音 语言是从事任何行业 那个财源都不断而来 你修得来的吗 修法布施 自己懂的东西 欢喜交给别人 你的聪明智慧 无微布施里头最重要的 最好是素食 素食是真正无微布施 不伤害一切众生 你吃肉 虽然是别人杀的 你吃它 在中国旧社会 从前屠户杀猪 杀猪的时候 他先念咒 他也晓得这个不是一桩好事情 要杀他的时候 把猪耳朵拿去 跟他讲 猪啊猪啊 你莫怪啊 你是人间一道菜 他不吃了 我不宰 你想吃的就讨债 他把三人全部推到 推到你吃肉的身上 这是古 这个过去旧社会 现在这个乡村里头都是的 杀猪的时候 他念这个咒 念给猪天 叫猪记住 向吃肉的人讨债 所以我们能采取素食 这个是无微布施里头 最圆满的 最亲近的 同时 我们也要懂得 放生的殊胜功德 放生不必可以去买 可以去买 你叫那个 卖卖这些动物的人 他特意可以去抓他去 你反而害了众生 随便 偶尔看到了 你看那动物很活泼 看他可以能够活下来 你买他的放生 这个果报是健康长寿 这个叫业力 我们这个生命是业力主宰的 你真正能懂得这个道理 而晓得日常生活当中 怎样去做 我们就能改变我们的业报 廖凡私信 是一份非常好的参考资料 你看他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 算得非常准确 每一年 他收入多少 孔先生都给他说出来 他一核对 一点都不错 他读书 考第七名 去考试的时候 也果然不错 于是乎他相信 一个人有命运 所以 一赢一赚 莫非全定 谁给你定的 是自己的业力定的 不是别人定的 遇到云古禅师 云古禅师告诉他 命运 有 没错 但是命运可以改 孔先生就不懂 命运可以改 孔先生只知道 命运是有一定的 铃古禅师教给他了 陆禅 断卧修善 你的命运就改了 他接受这个教诲 真的 改自己的毛病 改自己的习气 念念了 为一切众生造福 他命运干了 再去考试 他的名次提前了 提升了 他这个俸禄加多了 跟原来算的不一样 效果立刻就见到 孔先生算他的寿命 只有五十三岁 他活到七十多岁 他并没有求长寿 但是他所行善 断卧行善 把自己整个命运 在一生当中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了解 一切事件 耶稣申报 这一句里面就讲的 因缘果报 一定要懂得 要通达 然后改造自己的命运 我们自己改造成功了 成绩非常显著 就可以感动别人 廖凡先生改造成功了 所以他这个小册子 虽然是教他的儿子的 家庭的思绪 流传出来之后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大家向他学习 效法他 也都改变过来 我在台湾 有一些朋友同事 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 我把这个小册子介绍给他 他们也效法 全家 学了法 效果跟小册子里面 所说的 完全相应 纵然在物质生活 非常贫困之下 全家人快乐 开心 几年之后 生活环境 统统改善 古报不可思议 众善应 决定 大山苦 那么造物业 决定 有我报 这些事实 都在我们生活的周边 只要我们冷静去观察 你看看 有很多富贵人家 真的是飞黄腾达了 但是没有几年 破产了 倒闭了 什么原因 你再去调查一下 观察一下 不造善业 过着摄持浮华的生活 终于享受的生活 把他前生所修集的一点福报 很快就享受完了 佛想完了 他这一生造作的罪报 现成 谢得那么快 如果他能够积德修审 他必定待待多好 所以应光大师赞叹 孔老夫子 孔老夫子一生 积德行山 你看一直到今天 孔夫子的后代 都受到社会大众尊敬 孔德成 我听说到美国 旧金山的时候 受到旧金山当地人士 特别的礼遇 听说他是孔夫子的后代 特别礼遇他 这个 这个 善积德多么大了 多么厚啊 确实极代的自身 还占光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跟着佛 学习 我们也能够 转卧为善 转卧为福 这是真实的利益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个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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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着 家庭